我們對於整個的裁決 我們沒有很大的意義 但反而我們對於人大 在歐冠未措出裁決之前 介入釋法 我們表示強烈的遺憾 亦都覺得不需要 李柱銘曾經都說過 之前有些判決出來之後 人大的釋法反而推翻了結果 或者掛了一巴掌 所以這次人大 常委我相信正正考慮了這一點 在判決之前做了釋法 等法例清晰之後 法官會判決 這次釋法是釐清104的法例 並非針對這次的糧油事件 稍後有些法庭的判決 包括有人去JR劉小禮 甚至乎更多更多 這個釋法其實亦是繼續適用的 這次的法官說 其實有沒有釋法 他的結果都是一樣的 他的結果都是一樣的 但是你不擔保下一次 或者另一個法官 那下次再說 所以這次的釋法其實是對今後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這次釋法是對今後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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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要知道不能夠越了我們基本法裏面所指定要擁護這個基本法 以及效忠這個特區 所以不能夠搞港獨 如果你要將香港獨立於中國的領土以外 這件事就萬萬不能 這是一條底線而已